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看古德怨生记 英王大师又说 无论修什么法门 都要发愿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未必是专修净土法门的 但是也可以以你修制法门回向求生 这是非常有必要 也就是要怨生净土 那么哪种人呢 如果能保证自己生生世世 可以生而为人 而且能保证生生世世 能够得益佛法 而且能保证生生世世 不是菩提心 又能保证经过三大阿尊其极 要成佛的话 这样的众生才可以继续留在俗佛世界 做人种在这地方 佛种菩萨种都行 你就可以留在这里了 其他的那就还是要往生西方净土 这样才好 所以修行人 修行首先就是要发愿往生极的世界 不然的话都没有谈不上 所以这个目标没建立起来 一句话说 一世人生万劫不复 那么也有这两句话 七佛以来游位遗子 八万皆后未托歌声 这是说佛来观察一个蚂蚁 那这个蚂蚁多长时间了呢 七佛 一尊佛出世 都经过很长的时间 多了大劫 已经七尊佛出世了 它还是一个蚂蚁 因为这个蚂蚁 它本身是 也很小 心力也很小 它要慢慢消它的业 它也 不可能说去修多大福报来消业 它只是靠它这种 自然的释放 那你消到什么时候 还有鸽子 这鸽子呢 说八万节之后观察这个鸽子 佛陀看到一只鸽子 当下对舍利弗说 这只鸽子的罪业啊 其实八万节之后 仍然是一个鸽子的身 因为这个大罗汉呢 要观察前后 只能观察到八万大节 再往更远就观察不到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呢 也就讲了这个数字 那再往后看是佛的眼睛 连舍利弗都不知道 就不跟他说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 堕落尾蚂蚁啊 鸽子啊 猪啊 长颈鹿啊 要堕落到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 能够 再生而为人 遇到佛法 尤其是遇到我们 百千万节蓝门道净土法门 尤其是遇到这个 善导大师所开闲的净土法门 你什么时候能遇到啊 今天遇到的就是我们的福报 所以这个鸽子 我觉得特别 欲饮为题至请 违愿如来 教我思维 教我郑寿 郑游不遇好强缘 致使轮回难得度 这个鸽子叫 可遇而不可求 遇就是说 你突然人家碰到了 你有心去求啊 未必能求得到 这个遇到净土法门 临终遇法 这个遇啊 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遇到了 善导大师 弥陀救度的法门 这真是我们 累劫千生 不知道哪还是修来的福报 不要浪费了 再要浪费就太可惜了 所以要当下把握 势必今生 求生净土 这算你好运气 遇到 你想在中国 即使生活在 身在中国的话 这一千多年来 也有很多人念佛往生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呢 也没有听到 弥陀救度的法门 想求往生 所以得到说 哎呀 求往生的人很多 变成一万个里边 难得那么 一千个里边 难得三五个 那这样就成了杂醒 遇到弥陀的救度 往生就很容易 虽然我们的业障还是很大 业障也多大呢 像这个大山一样 那么大 是不是要把这些业障都消完 那是的 阿弥陀佛念生佛 灭八二十一节 生死重罪 但是说你看上去这个人 我看他念佛也没有消多少业障 对不对 老还是越来越老 头发还是越来越白 脾气好像也还是那么大 也就那样 他能往生吗 我看他样不像能往生 但这个问题不是你能看 你要靠佛的也能看 我今天早上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挺有说服力的 你别看前面啊 对面是个茫茫山岭 中南山 还有几百万里中南山 又高 然后就有人开车往那里过去 你看我看这个车过不去 能过得去吗 这么大山 但是他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底下一个隧道 就过去了 你看过不去 他有隧道 很小过去了 我们的罪障 像这个大山一样 但是底下有 南无阿弥陀六个字的隧道 就过去了 念佛的人静悄悄的 你看他不能往生 他悄悄顺着一个隧道就过去了 也是打地道战的 这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给我们打通了一个隧道 直接的从此岸到彼岸 你看 看不出来 第四 神奇佛国永无生 人间苦乐 事纵横 达者虚寻 近路行 福报天功 悠悠死 神奇佛国 永无生 对联 这写得好 这个最后一幅联 也是很工整的 福报天功 悠悠死 就是说你的福分 使得你感得的报应 是升到天宫里边 你仍然难逃 这个死的 一死的结局 神奇佛国 都对得很工整 永远就无生无灭了 人间苦乐 事纵横 在底下上人说的很多 我就来随便读一读 非常感动的 人间之苦 所谓四苦八苦 四苦就生老病死 要我们不老 能做到吗 谁有本事 你做到不老 那就是不老妖精了 那你就不老了 不病 不死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既然生了 就会老 病死 除此之外 还有爱别离苦 恩爱的人 不可能不分开 还有求不得苦 当我们追求的时候 患得患失 即使求到了 最后还是保不住 小的时候 为了求学而苦 长大了 为了求偶而苦 独生觉得孤独 想要一个伴 所以没有结婚的 想结婚 有了伴侣 不能恩爱 不能和谐 融洽 所以结了婚 想离婚 也是苦 儿女不成 就是苦 儿女不成气 苦不苦啊 父母老是看着儿女 希望他考哈佛 哈哈 佛 那就最好了 事业不顺利 也是苦 人是不和谐 也是苦 事非得识 恩爱情仇 是苦 天气太热 太冷 也是苦 尤其现在 天灾地变 地震海啸 风灾水灾 火灾交通事故 人世间的诈骗 抢劫 放火 绑票 杀人 萨斯清流感 还有这个 转基因食品 也不知道 吃了安全不安全 有的这样说 有的那样说 都非常危险 很苦 天灾人祸 充满人间 再看我们本身 烦恼制胜很苦 业障深重很苦 妄想纷飞很苦 念头繁杂很苦 所以说啊 人生世上苦纵横 横数都是苦 讲乐 乐也是苦 因为乐 不能长保 乐丢失掉了 更苦 甚至想乐的当下也是苦 有的人喜欢喝酒 因为喝酒很快乐 肝腹水 干肿大 然后喜欢美食家 因为暴饮暴食 因为吃是快乐 然后三高 那天那个老师讲呢 三高叫做死亡四重重 就是血压高 血糖高 血脂高 再加上哪一高 肥胖 肥胖症 叫死亡四重重 那哪里有快乐呢 所以这个苦啊 一张苦的大网 错重复杂 人在世上 所以佛陀说 人生是苦 不论何时何处 都是苦 一个人听到这样的话 他觉得 哎呀 太消极了吧 那个 不都是苦啊 还有点快乐啊 这样的人 就是没有觉悟的人 没有震动 在他心里边 都没有 听到这样佛陀的经言 居然没有觉悟 还在那里狡辩 佛讲话 还能讲错了吗 佛说人生是苦 他不知道人世间 他作为作为王子 他不知道有你所谓的 什么天伦之乐啊 好吃好喝啊 但是他的结局 他的过程 他的本性是苦的 性是苦的 如果这个是乐的 本性是乐的 应该越多越快乐 会这样吗 不会的 世间的乐 都是相对的 比如说走路 走得很辛苦了 往那坐一会儿 哎呀 真的好快乐 但是这个坐一会儿 相对你走得太累了 如果坐就是快乐的 应该坐得越久越快乐 可是坐不到几分钟 说哎呀 腰酸臂痛 要起来走一走 甩一甩 你觉得哎呀 散散步很快乐 那散步的 如果本身是快乐的 应该越走越快乐 哎又累了 你看人都多颠倒 就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 都是这样相对的 所以人生的本质 就是苦 与苦同在 如果我们觉悟了 人生是苦 这个人成为 一个觉者 了悟了 人生是苦 这么一个事实真相 当然 人间的苦 有一个根本的苦 其他的苦呢 都是枝末的苦 这样数 有根本 有枝末 那根本的苦是什么呢 就是无明 无明 就是不知道 生从何来 死向何去 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这就是无明 对宇宙人生的真理 不明白 对三十英国 六道轮回的 来龙去脉 不了解 对我们的福性 这种极灭 安乐 不生不灭的 本来真如的状态 根本不了解 叫无明 我们生从何来 死向何去 也根本不了解 忽里忽涂的过日子 在那里浇慢 贪嗔吃慢 无明就是正体 就是说 这个苦的正体 这个正体 我们现在看不到 如果你能看得到 你就挺厉害了 开悟了 什么时候才看得到呢 好 到临终的时候 临终时 我们阿勒耶时 阿勒藏时里边的夜 浮现出来 阿勒藏时里边 含藏了无量无边的罪恶 黑暗 无明 不安 临终的时候 整个黑暗现前 而且充满罪业 成为火团 令我们堕落地狱 那就是无明的正体 这个无明 来袭击我们 让我们直接堕落 那现在呢 我们还不能够正确 不能够直接地看到它 我们平常孤独的时候呢 不苦也不乐 但是呢 莫名其妙地有一种无聊 寂寞 略为不安的感觉 那个就是无明正体所显现的影子 我们看到的只是影子 正体在临终的时候才会浮现 那就是根本的苦 所以我们平常叫逃避这个影子 但是自己的影子 自己怎么能逃得掉呢 他去喝酒啊 跳卡拉罗凯啊 吃摇头丸呢 然后麻醉自己啊 搞高棚满座啊 去这个搞娱乐啊 打游戏啊 年轻人以往上玩游戏为什么 他要逃避这个苦的影子 不想看到它 像沙漠鸵鸟一样 所以就去麻醉自己 算了 因为不安的话 老子心里面有那种不安 他就觉得不舒服 麻醉 打者 打者须寻进路行 打者就是那个通达的人 人间既然有这样的苦势 苦乐事纵横 那么作为一个通达的人 应该去寻找那个进路 一个很好的平坦的 直接的 能够通达的道路 那通达什么呢 通达人生的实相 那这里呢 沙漠对打者做了解释 如果以我们中风的真谛和俗谛来讲 对真谛了解 对俗谛了解 才是真正的聪明 通达的人 一个人相信有善恶报应 有三十因果六道轮回 有佛菩萨感应现象 对这些很有兴趣 很欢喜 这种人叫做打者 通达过去未来 一般的人就不达 他哪有过去哪有未来 他的人生啊 整个生命就那么狭窄 这么几十年 甚至十几年 甚至就看了今天 这个就是很一个巨爱的人 那么对这些三十因果六道轮回 感兴趣 他才会进入宗教 寻求真理 走向泄脱之道 往往这种人呢 比较有佛缘 就会来学佛 那么进一步来说 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如果选择净土法门的话 这种人才是真正的打者 诸位联友 恭喜你们都是打者 是打者 所以通达的人 就必须寻进入而行 进入就容易的 快捷的 安稳的道路 白居一也有首诗 世人应笑我 多缺阿弥陀 答又做陌生 不答又如何 打者 他也有一个打者 就是说世间那个通达的人 他就是 自以为通达世间的道理 说哎呀你怎么老念佛 其实他不是打者 真正的打者 是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将来会到达极乐世界 能到达涅槃的彼岸 不能到达涅槃的彼岸 能叫打者吗 都叫做 这个溺水之人 都半路上都掉下去了 不能成为打者 也有首记子说 修行无别修 只要是露头 路头若实得 生死一齐修 就像高速公路一样 你一上这个路上准了 直接到达目的地 哦 你看完了 刚才那个路 一闪过去了 开错了 开错只好往前开 那个生死啊 修行啊 没有别的诀窍 你就要找得到 你解脱的法门 如果这个法门和你的根基相应 你认识了这个解脱的法门 生死 无量的生死 无量的生死 都一起停止 叫生死一起修 这个修就是修止的修 这个路头是什么呢 就是净土法门 所以我们修行 不是要难行苦行 也不是要做大通家 你就要找到这个路 就像我们这个打毛线 你也织毛衣 织帽子 也有一个头 丝有一个头 你修行一定要有一个路子 要有一个头 那我们也不是明于感应 也不追求玄妙 只要有一个适合自己 而当生能够解脱生死的法 即使是平淡无奇 这个法门就超越任何的法 所以说修行无别修 只要是路头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他不是说找这个路头 他就是找哪个玄妙 哪个感觉好 那个就会迷失方向 这句话很好啊 也可以作为法语记下来 这个法就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最平淡无奇 只要怨生极乐 专称弥陀 势必此生永不改变 这个人就往生决定 成佛决定 将来也是度生决定 所以达者须寻近路行 那不然的话怎么样呢 从苦入苦 从黑暗进入另一个更大的黑暗 这就是人生的现状 下面这首记子 千节千生万节长安泰 五去三途尽罢休 纵使身瞻下下品 也剩豪贵在炎福 道理是一样了 这第一句讲极乐世界 千生万节就显示它时间的长 安是安稳 太是通达自在 没有任何的苦恼 安泰 那么苏波世界的五道 三个道一起罢休了 所谓的横截五恶趣 恶趣自然壁 即使在下下品当中 莲花胎里边 那也比世间的帝王将相 豪贵富翁 也要强的很多 这就是讲呢 劝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不要贪脸这个世界 不愿意往生的人啊 都是 你看这个世界 如果觉得苦的人 他就愿意往生 哎呀那好啊 到极乐世界 他为什么不愿意往生啊 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来做人 还准备做这个 我还准备做房地产生意 还准备住这个楼房 花园 这些跟极乐世界能相比吗 无法相比的 不过我们专修净土法门 专称弥陀名号的 当然横超三界 也不入九品 直接到暴土去的 这个话呢就长了 这个下品下生啊 在无量寿经里面就讲的 十二大节花开见佛 这样或许呢会怀疑 这个念佛怎么没有上品上生呢 十二大节呢 这里边啊就所谓的 摄取门和意志门 也折射的方便 那么这个折射怎么讲 就下品下生的 五力十二众生 任何法门都不能救度 当下他是要支度阿贝地狱的 他可是只要念了几身佛 不仅脱离阿贝地狱 不再遇到轮回 而且能够往生 这个呢就是摄取 也就是救度他 就下品下生一方面说 救度你 你肯定不用下地狱 不用遇到轮回 而且可以到西方成佛 但另一方面呢 还要折服他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造业的众生 所以就说呢 那你造业是不好的 那这样虽然往生的话 在莲花里边十二大截 这是让我们众生啊 不造五力办法的罪 方便解说的 那就好像爸爸警告儿子说 你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那样做 如果这样难 我就把你关起来 那其实呢 也未必要把他关起来 这是当然是警惕他 这些话呢 会在后面的 维促五力非邦政法 那里会讲的多一些 这里就不详细说 说到这里呢 就简单的说明一下 迪欧 但得莲中脱化来 纵交净节未花开 花中快乐同道立 不比人间父母胎 就只要我们从莲花当中脱生 莲花化生出来 即使呢 在莲花当中 就像夏夏品十二大截 或者六节三节 莲花没有开 可是在莲花里边的快乐 比刀里天的天宫里边的快乐 还要超过 那和人间父母投胎 那就不能相比了 父母投胎还难产 还要泼妇产 还要投胎不足 很苦恼 孩子也苦 妈妈也苦 心臭 这个胞胎危险 非常不容易 在极乐世界莲花化生 那个才清静 叫做唯妙相结 这么一比的话 你想生的快乐 所以我们的出生都已经决定了 你说人在这个世界 父母胎跟极乐世界莲花化生 怎么能比啊 就出生的时候就不平等了 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你父母梁胎生出来 他莲花化出来 能一样吗 那不一样啊 你看那个鸡 从那个鸡蛋壳里蹦出来的 他跟小孩子从梁胎生出来 那能一样吗 那不一样了 所以你出生就不一样了 你呢是在毛棚里出来的 人家在王宫里出来的 他掉下来生在王宫里边 那跟你就不一样啊 那你呢是一个这个乞丐生出来 他是大富翁生出来 那也不一样 那这里大家都看啊 他很简单的啊 也用阿弥陀经的经文说 这是讲莲花 我们在这里念佛 极乐世界就会有我们的莲花 这是唯妙不可思议的 这是自然的 感应 这里念佛 那里就有我们的莲花 而且上面有我们的名字 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有没有在极乐世界注册 注册了啊 好 只要我们怨生性不改变 念佛性不改变 这朵莲花就永远安住在极乐世界 不会雕尾 等到我们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就会带了这朵莲花 来到我们的面前 就像 经中所说 七人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 愚助甚重 现在其前 那如果我们教别人念佛 别人也因为我们的教导 念佛往生了 那对我们这个莲花来讲 也是有帮助的 它也会很 更加的光明灿烂 所以我们每一句每一句念佛都功不堂捐 在这里也可以晚上躺到床上想一想 哎呀做一个游戏吧 像我们小同学在学校里表现好 老师就给他一朵小红花 那我们也可以享受阿弥陀给我们的一朵莲花 躺到床上说 哎呀我放放光吧 我让极乐世界我那一朵莲花 然后哗哗哗 那怎么样 南无阿弥陀佛 那莲花那就很光明灿烂 那也有人讲说 这个莲花会枯萎啊 那如果我们愿心不退的话 是不会有枯萎的 那可能是那个初学的 愿心不坚固的 杂行杂修的 疑惑深重的 大概开了每一朵花 在边地 不会在那个 不会在阿弥陀佛前面的保持当中 开到旁边 可能小一点 甚至呢精神头不那么足 好像营养不够一样 是因为他信心不足的缘故 那如果他听闻了 善良大使教法 如果听闻了 阿弥陀佛救度的法门 哇 营养马上都吸进去了 像我刚才讲的 激发一体 这个树得到它的水了 莲花得到水后 开了长得 那个非常好啊 非常茂盛 非常光明 投胎一错 毁尸难哟 第七首 投胎错了 各位啊 各位联友们 我们都投胎错了 哎 我真的投错胎了 其实大家都投错胎了 跑到缩破世界来了 到极乐世界 投胎才投证了 不过倒不是莲花 倒不是像这个 人间的父母胎 莲花化生 所以敢投胎 投错了 有的人就在讲懊悔 哎呀 我真是投胎度错了 你还没有懂得什么叫投胎度错了 你不念佛 念了佛才投证了 未归极乐上言福 不到极乐世界啊 都在突破世界 飘破红尘更几秋 就是一节又一节的转啊 你要经过到哪一个时间呢 不像此生生净土 投胎一错毁尸难 那后悔啊 就就难了 这一生啊 一定要求生极乐世界 华华经理有一段很惊人 很难以想象的辟语 来间接说明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的长久 为什么叫间接说明呢 因为这一段 他是讲 这个如来数量品 讲 在大通至圣如来的座下 有十六王子发心 其中有现在的释迦牟尼佛 还有阿弥陀佛在过去 那释迦牟尼佛成佛多久了呢 叫五百尘典节 那依此可知 阿弥陀佛也是这么长时间成佛了 这五百尘典节 我们比如把它读一下 什么叫五百尘典节 不过做好准备啊 不要脑袋不要爆炸就行 这五百尘典节到底多长呢 法华经理说啊 五百千万亿 那由他 阿弥陀佛世界 五百 大家还可以想得到 五百五百块 不多 五百千万亿 哎哟 想不清楚了 然后后面 那由他 最大的数字 阿弥陀佛不可数了 这么多的世界 哎呀 我已经头脑装不下了 但是勉强把它背会吧 五百千万亿 那由他 阿弥陀佛世界 好 这个世界呢 每一个世界 把它抹成粉碎 一个世界 像我们地球吧 我们就不讲三千大千世界 就讲一个小小地球 把它变成非常细的粉 哎哟 那有多少粉 那没办法数了 每一个粉 又过多少呢 把这个粉拿出来 一粒一粒的小微尘 又过五百千万亿 那由他阿弥陀佛世界 下一个点 又过五百千万亿 那由他阿弥陀佛世界 又下一个点 一直把这五百千万亿 那由他阿弥陀佛世界 这个粉尘 把它点完 点完把所有的世界 再啪 卷过来 这么多世界 再磨成粉 一点是一节 这叫五百千点节 算得过来吗 哇 没办法想象 这么长的时间一来 阿弥陀佛成佛这么长时间 那我们流转呢 比这还要长 所以六道轮回 长节轮转 看最后一首 弥陀发愿之本意 要总结了 为救罪恶生众人 我身本有无量罪 庆在弥陀救赎我 这首记者应该上人写的 非常好 阿弥陀发愿的本意 是要救度那个 没有罪的人吗 不是的 是要救度那个 罪恶深重的人 是要救度有罪的人 就好像医生 他不是要看健康人的 他是要看病人的 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健康的人 他不需要医生 贫穷的人才需要人家布施 大富长者倒不需要人家布施 有罪的人才需要 弥陀的救度 没有罪的人 他不需要弥陀的救度 所以弥陀发愿的本意 是要救度有罪的人 尤其是罪恶深重的人 所以上达大师才说 诸佛大悲于苦者 心偏敏恋常莫众生 是以劝贵净土 一如逆水之人 急需偏救 岸上之人何用计为 这就是发言本意 为了救度罪恶深重的人 有道理很好理解 不过人怎么说呢 中国话很好懂 大白话很好懂 但天天听不懂 为什么 被我们的心障碍住了 他如果自以为是个善人 而且在那个是非观 非常重的人 他就往往就不愿意 听这样的话 那怎么可以救度罪人呢 因为他的心没打开 所以善良的语言 佛的纯净的话 慈悲的语言 尽不了他的心 我往往说出来的话 都是很强势的 甚至非常很不吉祥的 恶劣的 不柔软不慈悲的 所以佛讲的话 才是善软的话 柔软贴心爱心的话 让一些人都有光明 都有希望 柔福我们的心 只要我们自认为 是一个善良的人 只要我们自肯自己认为 是一个会修行的人 甚至认为自己 如何如何的优良 怎么怎么的好 你的心一定是不柔软的 一定是刚硬的 刚降的 一旦认识到自己 是一个造罪的人 甚至是一个恶人 恶人中的恶人 那这样的心就柔软了 柔福了 因为他就不会去跟人家计较 去比较说 哎呀 你看 你们怎么会这样 他不会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 去指责人家 批评人家 他反而会说 哎呀 我是一个罪人 你们都超过我 都比我好 只有我是罪也最下了 最卑劣的 他见到谁 他都会点头 你看那个牢 反正坐牢的人 他就比一般的人要谦虚啊 嗨 嗨 他坐牢了 他坐罪了 他在世上 横行八道的时候 他能那么谦虚吗 我是罪人 我有罪 那个叫什么 管理干部 他怎么喊 领导啊 他叫什么 他有罪 那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 是有罪业 甚至罪业满身的话 你就惭愧 心里边就忏悔 就柔软 你的心啊 就调福了 所以讲持戒 戒名调福 戒名清凉 什么叫持戒呢 你还认为自己 哎呀我都清净得不得了 我都好得不得了 早就已经跟戒两个 都已经唱反调了 那没有清凉 没有调福啊 如果你心的柔福 能调福 这个戒也在当中了 所以持戒 学戒 最后也要增加畸生性 他才上这个路子 才有清凉的感觉 不然都起很多的烦恼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这样的根基 如何能清净持戒 戒如冰霜 那我们都是差得太远太远了 我身本有无量罪 我是指积身性的念佛人 有一句话说呢 出家一年佛在眼前 出家二年佛在大殿 出家三年佛在西天 出家四年佛看不见 所以佛越来越远了呢 就说一开始发心学佛 发心出家很勇猛 出家如初 成佛有余 但时间一久呢 那个勇猛心就渐渐的松弛了 而且出家越久 才越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觉得我们离佛太远了 罪也太深重 才测量出自己 到底是有力量 还是没有力量 是不是老修 就看他自己 有没有把自己测量出来 你有没有力量 所以念佛人 应该有现世罪恶 生死凡夫的积身性 深感自己是一个罪人 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 自己是一个恶人 而且是恶人中的恶手 何以故 见死而祸 未福未断故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真的是 抬不起头来 但事实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都是以 浇漫心 覆盖了自己 而认为自己 有多么的好 那其实 见死而祸 没有祸 不要说断 祸都没有扶住的话 见祸 和私祸 见祸就是种种的支箭 我们的见解 认识就根本错误了 那么由此所起的一切的 三一的行为 都是错误的 都是我知我见的 都浇漫的 贪真吃 杂毒的 那这样的众生 不是恶中之恶吗 哪里还能谈得上 这个纯善 根本谈不上 庆在弥陀救赎我 庆在喜在 阿弥陀佛救赎了我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这样的罪人 弥陀五节的思维 照在永结的苦行 不是为了无罪的人 恰恰是为了像我这样有罪的人 不是为了会修行的人 恰恰是为了像我这样不会修行的人 所以弥陀五节思维 永结修行 建设极乐 圆满功德 都是为了我一人 叫庆在弥陀救赎我 你才感到更加的庆幸 那往往会高推 这个极乐世界是为那些大菩萨修的 是为那个大祖师修的 是为那个长老出家人修的 像我这样哪里有份呢 这样的话如果抱有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不孝行 如果抱有这样的想法 迷途就会落泪 迷途说 为了救你啊 都是给你的 结果你呢 推脱 那阿弥陀佛会高兴吗 会欢喜吗 不会欢喜的 会悲伤 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 不孝子 我们不要做迷途的不孝子 凡夫最重 角之佛力 犹如大海一体 石头亮重 投入大海必沉 投入大船那必浮 凡夫最重 投入六道必堕 投入怨船必堕 道理很明白呀 石头哪怕再小放在水里也沉下去 哪怕再重放在船上也不会沉下去 那凡夫 你的罪业再大 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就不会堕落六道 哪怕你罪业再小 你不令阿弥陀佛必然堕落六道 就沙子那么小的罪业 你要沉下去 不可能自己飘起来的 道理必然如此 所以一定要靠迷途的救度 救度的法门是不论善恶的 这些话都很有力量 甚至能够颠覆我们的知见 像一道闪电一样 照亮我们的内心 但是也有人被这灯雷 吓坏了 耳朵打聋了 阿弥陀救度是不论善恶的 不能听啊 这就不讲善恶了 所以佛陀的救度啊 这个法门却是很猛力的 弥陀的救度法门是不论善恶的 救度的法门是超越的 救度的法门是救度无力自救的人 我们不能明心见性 不能降伏烦恼 不能自尽其义 反而烦恼强盛 罪业甚重 附会如纸之薄 业障如天之高 业障像天这么高 所以我们才需要弥陀的救度 而弥陀救度呢 也正是救度我们这样的人 但是庆哉喜哉 我们不仅遇到了佛法 更庆幸遇到了弥陀救度的法门 听闻到从阿弥陀佛净土传来 预生我国的救度法音 这法音顿然敲开了我们紧闭的心窗 惊醒了我们幽暗的梦魂 使我们发起怨胜彼国的恳切之心 势必此生无由退转 弥陀呼唤 我们回应 呼应一体 涵盖相合 感应道教 永远不离 此后专称弥陀佛名 是不是很感动 救度的法门是超越的 超越 公平 公正 公义 公理 我们在这个世间都会讲这些 你看这样不是不公平吗 这样不是不公正吗 这样还有什么公义啊 还有什么公理啊 我告诉大家 弥陀的救度不谈这些 谈这些就不是救度的法门 超越这一切 自下才要超越 要讲这些就一定要吵嘴 就是因为世界讲这讲太多了 所以要打官司 要吵嘴 打官司吵嘴不行 怎么办 就要打仗 阿弥陀佛的救度 超越这世间的这些 所以这不让我们感到很惊奇吗 超越 公平 公正 公义 公理 超越这一切 超越 自因自果 因果报应 超越 善恶 凡慎 超情 离间 超凡 绝慎 我们的心思语言都不能想象 不谈善恶 不谈因果报应 因为因果报应都是在这 有因果报应 才有世间所谈的公义 公正公理 但是弥陀的救度这些 通通不谈 救度的法门 超越这一切 说没有这一切 那怎么办 不乱套了吗 照样不会乱套 通通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苏普世界 没有这个倒是不行的 那极乐世界 完全是佛心的境界 佛心的显现 超越 不在这个 我们凡夫的 比如我们造了凡夫的恶业 是本来堕落地狱 受苦受罪的 这样才公平吗 你造了罪 恰恰惩罚你 但是阿弥陀佛的救度呢 恰恰是打破这种 所谓的平衡 是念了名号 到了西方净土 不过也不算不公平呢 因为五截思维 照在你的修行 已经还了你的罪账了 比如说我们造了这些罪业 这些人来逃我们的业障 那阿弥陀佛已经拿了六子名号的功德 把我们救赎出来了 买了你了 所以也是花了代价的 还是公平 这是靠五截思维 照在的修行 第五截 怨身的功德 怨身的功德 这样列了 四点 五点 第一个呢 怨身超过世间的善 第二 超过身份原觉 身份菩萨的善 第三呢 必定成佛的善 第四呢 怨身自然具足三心 第五呢 最后结圈怨身 那我们来看 第一 虽是恶人 若念弥陀 怨身净土 也胜过世间的大善忍 商人解释说 这话都很好懂 但是有的人可能不相信 其实我们本身就是恶人 并非故意起恶造罪 才是恶人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冤枉你 说哎呀 那我还不够标准 我现在起恶造罪才是恶 不是这样 也不是看见人家 起恶造罪的人说 只有他才是恶人 我还没有 那个拿炸药包去 放火 去炸 我还不是 那是事项上的 我们讲的这些 是本质上 那个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去做 是因为你的缘还没有到 我们的八师 夜种里边 都有这样 爆炸呀 放火啊 杀人 这个夜种都在里边 铺缘 缘分没到 缘分一到 成恶心一起 一定会做的 那个去拿炸药包的人 难道说他今天40岁 放炸药包 他20岁的时候就知道 他要放炸药包吗 他那时候他也讲 我绝对不会去干那种事的 我等到那天说 我一定要干这个事了 成恶心起来了 挡不住了 业障现前了 业的种子成熟了 那我们心里边 无量接来 什么业种没有啊 一切众生的业种 我们都有 杀盗 营望 通通又有 诽谤三宝 都有的 因为阿弥陀经已经点出来了 这个世界是五诸恶事 五诸恶事的人 哪可能是善人呢 观经理 观经苏说 若佛灭后 诸众生等 诸恶不善 无苦所逼 我们都是诸恶不善 无苦所逼 可悲可怜的众生 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惭愧啊 我们也会不会觉得 心里边有一点点安慰 我们会不会觉得 也有一点点的柔软 会低下我们的头 等到我们低头了 我们只有先低下头来 才可以昂起头来 我们在苏佛世界 低头 惭愧忏悔了 我们就可以在极乐世界 扬着头 解脱 自在 如果我们在这里 扬起我们娇慢的头 我们可能会在 言论王那地方 去低头 我们宁愿向众生 低头 向阿弥陀佛低头 也不要到言论王那去 受审判 不管自认为是恶人 还是不知道自己是恶人 就是我们有这个自觉 还是没有这个自觉 他如果专念弥陀佛名 愿是弥陀净土 就远远胜过了 世间的大善人 因为如果要自觉自己是恶人的话 这个是要相当的觉悟的 这好像是一个苦药丸 能不能吞下去 这要相当的觉悟 那不管怎么样 他即使没有觉悟到这个程度 因为人都是用面子了 还有他自己的那种交慢心 还有他的知见等等 那只要他专念弥陀名号 愿是弥陀净土 他比世间的大善人都超过 即使世间的大慈善家 如果他不念佛的话 最后也输给一个念佛的人 那即使世间的一个造罪的人 如果念佛的话 他哪怕一生没有行过善业 最后也胜过这个慈善家 那我们的心 有心行善 无力行善 那只要愿胜净土的话呢 也会胜过大善人 为什么 这是靠阿弥陀佛的功德 前面都说过了嘛 你靠自己修行 最高的就升到非想非复想出天 最后还堕落三个道 所以世间的善是有漏的 杂毒之善 那念佛呢 可以到净土成佛 你说这两者怎么可以比呀 所以说 虽是恶人 若念弥陀 愿胜净土 也超过世间大善人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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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